哈喽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现在时间的是将近晚上的一点钟 跟这应该是一点多了 那我们现在要来测试一下这个一集的技能 来我问一下到底是谁要 要拿我当沙包来测试一下 刚刚那一招是一集吗 应该不是吧 松鱼座小姐姐不知道放的是哪一招 来我们问一下谁要放一集 我做好沙巴准备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一集到底有多痛 看一下 哇 什么鬼 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挂了 我被住秒杀了好哇这个倍率也非常的高好我们可以看到伤害4000多啊 伤害4000多后跟五魂技有的拼哦 这里的话有狂人狂野双鱼座小姐姐 好我们再试一次好了问他倍率是多少好真的好痛哦 费率多少呢 我们我们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到底费率多少 好宽人叫我大舅舅我真的好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结果刚刚那招是什么哈就是有出现水的那个是 五魂技吗 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一批是星马 是星马那个是城池的风路开得到的 好 费率的话是1000%1000% 费率的话1000%OK我们站在一起在给他打好了 那我们在一起好大家在一起 站一起 OK来我们在一起给助导 好好就这样子好看看氛围技可不可以打到我们全部 好我们现在就拭目以待好等待 好他现在已经放了站轨了好放了 守护之心 应该要放了吧 我们等待好了来 因为我常常 这打字的时候他就放了好所以我们 哇来了来了来了 哇 我释放速度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三下下去啊应该应该一秒多钟事情好 三下话倍率将近3000好所以被秒杀是正常的 我一直真的很痛我真的很痛那范围的话也够广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三个人站的范围其实 算蛮宽的算蛮宽的 但是我们三个都被秒杀了 那珠武这位大哥话 他拿的武器啊是加12的加12的什么圣皇斧头吧 好这个斧头我们可以看到 好 也一样我可以把我们秒杀所以一几这个技能真的是很强 那个时候就小姐姐怎么不见的 我问一下小姐姐刚刚是放什么技能 你刚刚刚是放什么技能呢 我们请教他一下好因为很好奇刚刚那招有浪花的好不知道是什么没看过我真的没有看过 好小姐姐要来跟我们说明了 这招到底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那我们等小姐姐打字 他说五魂记 他有吞五魂吗 我不知道呢 小乔芙蓉这个是五魂 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是银龙 这个是银龙 那这个 挂了 所以刚刚那招是五魂记 真的还蛮漂亮的呢 我觉得特效真的蛮好的 跟以前比好像不太一样 OK 现在时间的话也真的非常完了 非常完了 所以我们就做个简单测试 这样子就可以结束了 那也感谢这位猪五大哥的一个分享 一集的倍率就是1000% 那连放三招的话速度非常的快 一般人很难承受的猪有通常都是会被秒杀 所以看到一集猛话最好就是快点逃跑就对了 那看我挂掉了 我挂掉了 OK 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